三天涨粉2000多万,周杰伦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怎么也捧不红的刘更宏 如今因为直播健身火了 在刘更宏的微博搜索兄弟二字 你能解锁半个台湾娱乐圈 不过这最好的兄弟还属周杰伦 当初刘更宏在周杰伦穷困潦倒的时候接纪过周杰伦 那时周杰伦刚被吴宗宪挖到手 没钱没名气,窝居在公司几平米的办公室 常年住在公司睡在沙发 作为周杰伦好兄弟的刘更宏虽然也不富裕 但好歹在公司附近有个小公寓 他经常邀请周杰伦到家里改善生活 周杰伦没钱,刘更宏供他吃喝穿住 周杰伦没灵感,心情不好 刘更宏带他出去兜风 有次周杰伦到刘更宏家洗澡 没想到差点把三个人的命都搭上了 周杰伦、刘更宏、温蓝三人一块打篮球 运动完就到刘更宏家洗澡 没想到周杰伦洗得太投入 居然导致了一氧化碳泄漏 周杰伦在昏迷前打了求救电话 周杰伦爬到了邻居家里求救救救护车 三人这才逃过一劫 后来周杰伦开玩笑道 两人这也是有了过命的交情了 刘更宏陪周杰伦熬过了最低谷 后来周杰伦火了 拍电影、做综艺都要带着刘更宏 甚至帮刘更宏出过专辑 刘更宏结婚,周杰伦是伴郎 但当天周杰伦因为台风导致航班延误滞留香港 而刘更宏为了等好兄弟延迟了开席 后来周杰伦在婚礼上卖力的表演 给好兄弟营造氛围 而刘更宏对周杰伦还一如往常 该发脾气就发,该兄弟就兄弟 周杰伦忍不住开玩笑道 我现在可是周杰伦 更宏,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大声 或许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 你落魄泥泥泞的时候拉你一把 当你疯光了 依旧能平常心对待宣扬中国文化 结果现在被几百万观众当成了健身素材 让自己都摆烂的健身训练 短短两天就火爆了全王 三次直播间警告却让刘更宏瞬间涨粉2000万 看李佳琪的直播要钱 看刘更宏的直播要命 早年他住在朋友家 把别人的狗都炼撞了 如今刘更宏搬到上海还没几天 就遇到了上海疫情风控 在家无聊的刘更宏就开了直播 打算线上教学 没想到不懂规则的他遭遇了抖音钞管的三次警告 第一次是因为刘更宏告诉大家 运动时肌肉是如何发力的 所以他穿了运动北京 结果因为一台胳膊叶毛露了出来 直接洗涤机器警告了一个不雅 第二次刘更宏把叶毛刮了 结果因为他健壮的肌肉 再次被警告直播打擦边球 为了打消机器人的警告 刘更宏直接穿了羽绒服直播 没想到这千方万方 没想到第三次因为周杰伦躺枪了 因为周杰伦生病住院 于是刘更宏说了一句 希望周杰伦能早日康复 没想到因为这句被机器人检测为宣传医疗知识 再次被警告 这三次堪皮乌龙的警告 却让刘更宏直播间的人气直线上升 几天涨粉四千万 刘更宏在直播时 女儿小炮夫也坐在一旁看 或许是被疯怕了 刘更宏多次强调小炮夫不许出镜 不过即使小炮夫不出镜 人们也还记得当年的小炮夫有多可爱 火龙果 陈小春立马放到自己肩上 小炮夫鲜水太凉 陈小春直接将矿泉水放到自己怀里污热 这跟对自家儿子的态度判入两人 看小炮夫吃饭太可爱 陈小春更是试探性地想让对方叫一声爸爸 刘更宏大度地表示 可以让陈小春做小炮夫的干爸爸 陈小春口中的隐恒 无疑是自家儿子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爸爸去哪儿 隐恒对小炮夫的喜爱 让霍思燕直接将小炮夫当成了准儿媳 隐恒吃饭时 要小炮夫 玩游戏 看电影都要坐在小炮夫身边 甚至偷偷亲了小炮夫一口 吓得老父亲杜江赶紧眼里批评 刘更宏也在得知此时候尝试耐心教育小炮夫 要有性别意识 周杰伦的干女儿小炮夫备受宠爱 小炮夫要上节目 周杰伦身在国外也要亲自打抠 但被团宠长大的小炮夫并不娇气 反而非常听话懂事 这也与刘更宏夫妻的教导脱不开关系 每次小炮夫遇到困难 刘更宏都能耐心地引导她 穿中立体女儿的旧衣服 培养小炮夫的节俭精神 当年刘更宏组合解散 遭遇车祸 她淡初于圈远赴加拿大留学 回国之后她转行经商 却因为缺乏经验赔了所有积蓄 妻子往往非陪她走过低谷 或许是经历过风雨 两人对儿女的教育也非常赏心 如今刘更宏因为直播健身暴火 她背后是抖音第一大MCN 无忧传媒 不过不管她是什么传媒 有才才是她暴火的原因 我们下期待